歐盟首次公布对香港的联合行动方向 代表欧盟27个会员国的欧盟部长理事会 28号发布新闻稿表示 经过各国讨论之后 欧盟表达对港区国安法的严重关切 重申欧盟支持香港自治与对香港人民的声援 并在各个领域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 理事会说明中共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承诺 影响欧中关系 欧盟曾经提出的一致政策 包括限制对港出口用于镇压或监视的科技设备 不与港府进行新的谈判 评估与香港的引渡协议及其他相关协定 支持各国提出庇护移民签证和居住政策 并探索香港学生就学奖学金和学术交流的可能性 欧盟这项行动是由德法两国体验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28号发声明说 欧洲与中共互动时如果要捍卫自己的价值和原则 有必要立场一致 欧盟这些措施是对香港人民声援的象征 据港媒报道 港府可能以疫情为由 将9月6号的立法会选举延期一年 在周二于华府举行的美澳部长级资商会议上 美澳两国再次表达对港区国安法的关切 并于会后发表声明 重申支持香港人民 在9月6号举行真正自由公正和信及和平的立法会选举 除此之外 英国与欧盟也表示 将密切留意香港9月的立法会选举 新唐人亚的电视 叶恩杰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